主编文叫做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与他取名叫你环丽 就是圣女文 我们才来的意思 看彼师乃游与天义 好叫他小儿 最名的神的神 阿们 很多人把圣诞节 把这个经文啊 主编文叫做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给他名字叫你环丽祝祝 可是没有讲到十五节 十五节也是在形容主耶稣基督的 很多人都是错过了 早在耶稣还没有降生的七百年前 有一个人叫以赛亚 这个以赛亚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他们的名字叫你环丽祝 这是我们知道 是指的耶稣所说的 可惜很多人把十五节留掉了 我们要知道 不止十四节 是指的耶稣所说的 十五节是指的耶稣所说的 十五节是说 他们一生一世都赐乃鱼和蜂蜜 因为他们一生一世都赐乃鱼和蜂蜜 因此呢 他能够选择好的 军决不好的 所以他能够适择 求神的荣耀 得了神的行 这里面 如果你打开圣经 把整本 整四本的语書都读完 你确实没有找到 这经文一个经验说 有文 耶稣曾经吃过蜂蜜 和蜂蜜 事实上耶稣在 事实上的三十三年半里面呢 从没有记住到 他又吃蜂蜜蜂蜂蜜 但是这里说耶稣他一生地吃蜂蜂蜂蜜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 奶油和蜂蜜呢 对来形容耶稣基督的 是一个蜂蜜 不是真正每天吃奶果 这样那么好奶油和蜂蜜 我每天都吃了 我没有看耶稣每天在吃奶油和蜂蜜 但是这是一种蜂蜜 那么 奶油和蜂蜜有什么意思呢 在所有的味道当中 奶油的味是最豐富的 事实上没有一个 没有任何东西 蜜蜂蜂蜂蜜 所以奶油是醉蜂蜜蜜是最甜的 主耶稣一生一世吃辣 醉蜂最甜的 所以他能够拒绝恶的选择善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醉蜂 什么是醉蜂你知道吗 原来圣经大夫说 最丰的是神的恩典 大家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圣经又要说 什么是醉蜂蜜呢 神的爱 是醉蜂蜜的 神的爱 神的爱 所以神每一次把最丰盛的恩典 摆在耶稣的面前 把甘甜的爱 给他佔了 所以他能够顺住神 选择神的基 我今天要讲一点主要 是主怎么样是奶油和蜂蜜 怎样能够拒绝恶 选择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所有的力量的来源 所有的力量的源头 就是企业的奶油和蜂蜜 钦